里面预设的这个图 那各位可以往里面点 那你会发现我们点到这里面的话 上面就会有个图 而且直接会在我们的这个地标上面出现这个图 那这个图的话点到之后的话 我还可以按menu之后的话 假设我要跳到玉山国家公园 一样可以跳到玉山国家公园 并且上面也会有个标记 点一下这边有个泰鲁国家公园 一样会跳到这里来 那这一题基本上跟我们上个练习 最大的差别是如何在这个上面打标记 打标记的方式怎么做 我想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里的话请各位先把这个范例 我想先汇入试试看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程式的部分 首先第一个要了解就是说 像这个范例基本上真的很复杂 为什么 因为它用到了很多的这一个类别 这个类别可能有些同学 还没有看过的蛮多的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会遇到像那个 前面有用过像ArayList 还有像List 这个是Java本身提供的类别 它是隶属于Utier的套件里面 那为什么需要那个ArayList跟List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在那个建我们的Item 我们那个玉山国家公园啊 雅明山国家公园等等的不是很多公园吗 那我需要一个清单让它存放 存放之后将来再从清单里面把它取出来 那这个观念呢我必须用到像那个Java里面的ArayList跟List OK 那也就是像那个我们比如说要打标记嘛 那标记有几个你要告诉它 到时候才知道说你这个标记图在哪里 然后呢里面要放什么讯息 它会放在这个List里面 OK 清单里面 再来我们会用到几个像这个MapActivity前面用过 这个应该没问题 因为我要秀地图的话一定要用它 那MapController这个前面有用过 这个没问题 MapView上面的那个画面 有没有地图的画面要靠它 还有GeoPoint这个应该也没问题吧 一定要是整数的 那可能比较会有问题的就是这个 叫ItemizeOverlay 这个东西呢就是 如果我今天呢 要在地图上面打标记的话 就必须靠它 好 那靠它的话呢 还要把它怎么样 实作 要继承它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程式码里面会用到的部分 各位往下找 就必须利用什么 Mark Overlay 去继承它 那继承它的时候呢 里面还要放什么呢 里面必须放一个 一个Overlay的Item 那这个Item的部分的话 必须要给它 一个List 一个清单 OK 它才知道说 我要在哪里打标记 所以这里下呢 必须要建一个 所谓的内部类别 这个内部类别的名称叫做 Mark Overlay 所以这地方比较难的 这有点像是我们前面用过的